這是重慶南路和橫陽路的星巴克咖啡 它在日本時代叫做十粒茶鋪 這個十字路口是故意設計要進入中毒婦的入口意象 所以四個三個湯的建築物都很漂亮 它的外觀優秀變動,但是裡面的結構跟日本時代差不多 這也叫做正宗大樓 在日本時代,它叫做大昌本店 大昌本店的頭前有一個很漂亮的花店 它是專門在賣攝影物的百貨,割到很美觀內容的鞋子 當然,從建築國民黨政府來,就丟掉了 這也叫做東方大樓 在日本時代,它是台灣最大的建築 叫做新高堂書店 當然,這樓也是去給中華民國式美學來割到去 這三角湯以前是有名的金石堂書店 在日本時代,它是專門修理相機的西偉商店 現時外形變去,但是裡面的結構也是都一樣 在金石堂的旁邊其實是本來一間叫做福田商會 它的建築國造型很特殊,上面有一個日本式的唐破風 這是一間很大間的和福田 它的外觀到現在已經完全破壞了 處理一定跟金石堂合作為了 其實建築國造型又有一個 福田商會的老闆是很多人,福田定次郎 一百九五年,日本人來到台灣 一般日本的十五人有穿洋服也有穿和服 但是盧林一定要穿和服 這是為了賣衣服的重點和它的品味 但是到了一九十五年代,不管是十五人還是十四十五人 都一定開始穿洋服更多 是最大的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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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順的 是最大的洋服 這是最大的洋服